中国有网友分享国小三年级的数学题 乐器行把新晋9把小提琴一共花了3600元 一把售价要多少才会合理呢 选项有498块跟400元 但很多学生都选了400块 但是却答案是不对的 因为初题老师解释 进货9把小提琴是3600元 平均一把是400块 但是没有店家会做赔本的生意 因此售价应该是498元才对 又有小学数学考导大家了吗 最近有中国网友分享国小三年级的数学题 题目是乐器行新晋9把小提琴 共花了3600元 那么一把售价多少才合理 选项有两个498元或是400元 您会选哪一个 400吧 应该是400块 完蛋了498 要卖的当然卖越贵越好 两种答案都有人选 而学生大多用3600除以9 认为答案是一把400元 结果却被扣分 初题老师解释题目问的是售价 不是问进货价 乐器行进货小提琴一把400元 那么售价应该高于进货价 才会有利润 所以答案是498元 答案揭晓后不少家长质疑 根本就是为难小学生 是考数学还是考商业学呢 还有人说这题没有标准答案 看是要赚多少 卖4000一万 其实都可以 不过也有网友认为 这类题目结合现实生活 能培养孩子灵活思考的能力 不接受 很奇怪啊 答案是400块是对的 除非你说这个是一个 怎么脑筋急转弯 也不会说不合理的 就是看你要问小朋友 他是要什么状况 下去考虑这件事情 太早让他知道 社会的黑暗面了 跟数学没有那么大的关系 考的其实是商业的知识居多 中年级的孩子 比较没有所谓这些 商业知识的观念 所以五六年级的孩子 才会有学到 例如说像成本售价 或定价这些的观念 有其他数学老师说明 在台湾比较少出这类型题目 认为如果是考数学 就是计算比较多 这种题目更像是考商业名词 而这回也意外在网路上 引发讨论 藉的距离一新台北报导